最近网络爆料 在广州一个小区的顶层 盘踞着一团异常茂密的绿色植物 远看像是天台的花花草草太过繁茂 但是走近一看却像是一个用绿色植物 做掩护的违章建筑 进一步观察发现 所谓的绿植只是一个幌子 其外表层被一层层的建筑绿网所覆盖 那里还铺着一些粉刷成绿色的木板 再用真假相见的爬墙虎将其团团围起 更令人惊讶的是 这团伪绿植竟然跨越18到20层 从巡楼的调查结果来看 伪绿植的业主应该是18层的住户 有同栋楼的邻居告诉记者 该住户是一位做生意的老板 但是具体做什么他们也不清楚 业内人士指出这样的违章建筑 是有可能会导致楼板拉裂 或者是扯裂严重危害到 该栋楼的居民居住安全